我和班主任互换了身体 领导灌我酒 不喝 是不是瞧不起我 我嘴角一扬 说得很对 下次不许这么猜透我了 小掉皮 同事抢我功劳 我一个悬断托马斯跳到桌上 抱腿弯腰如动如动 我是一坨屎 我是一坨屎 看你们还敢不敢踩我头上 第二天 我就把微信名改成 领导同事个别在天堂 去吧徐天 爷们要战斗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震文现在开始 地震第二天 我困得像条死狗 顶着俩黑眼圈去上班 谁懂啊家人们 我一直以为上学累 直到和班主任互换了身体 才体会到上班的苦 尤其是面对爱搞职场霸凌的领导和同事 非常无力 就像70岁的老头 娶了个年轻媳妇 关上灯却发现自己不行的无能为力 本来我徐天还挺热爱生活的 上了几天班就治好了 早晨刚打完卡 狗领导抱着保温杯 从办公室出来 小陈 昨晚地震你不知道 咋不知道呢 地震发生时 我一个垂死病中筋坐起 一跃而起从二楼跳了下去 结果是 半夜跑医院急诊治脚 天亮才知道 跳楼逃生扭伤的我 可能是本次地震唯一伤亡 到现在脚脖子还疼呢 我懒得应付他 点点头回到座位上 他却不依不饶 你还挺会卡点 年轻人 这样不好 我忍不了了 眼皮一翻 从裤兜里掏出手机 对他脸上咔嚓咔嚓一通乱拍 看清楚 我不仅会卡点 我还会运进 我不仅会运进 我还会转场 我不仅会转场 我还会恐龙扛狼 恐龙扛狼扛狼扛 恐龙扛狼扛狼扛 然后躲过他的保温杯 蹲蹲蹲灌嘴里 上下扫视他一眼 打了个嗝 压低声音道 下次再这么招惹我 小心我直接要了你 气泡音 他胖脸通红 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 指着我大骂了一句 你流氓 中午吃饭时 我才知道地震时有狗腿子 第一时间给主任打电话了 领导 地震了我第一时间想起您了 您安全就好 我就放心了 学校的是您不用担心 我都安排好了 不是 山东真的卷成这样了 吃完饭我直接去找班主任 不知道他当徐天还习惯不 路过操场 看到上体育课的学生在打球 忽然很难受 别人在球场上蹦蹦跳跳 我在办公室好的收到 数数我呀 真是劳碌命 走到教学楼 隔很远就看到班主任 在教室外面罚站 据说是因为物理考了16分 我们进行了深入交流 他劝我职场上佛系一些 有些同事就是不干正事 只会耍心眼 徐天 要是有人欺负你 你就 你就 想开点 我带着三分凉薄 三分漫不惊心 四分不屑一顾 你就请好吧 我 徐天 替你整顿职场 回办公室后 同事礼节 把一张报名表甩我桌子上 今年的教学技能大赛 主任说让你参加 也不知道是谁 把去年表现那么好的校长的小姨子 都比下去了 真给咱教研组长脸啊 这么厉害 今年接着拿第一呀 他冷哼一声 转身就走 我赶紧抓住他 一脸求之若渴的问道 是谁呀 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呀 他像看神经病似的盯着我 什么是谁呀 你有病啊 哦 我惨叫一声 扑通一下滑跪在地 死死抱住他的大腿 一边流泪 一边用他茂盛的腿毛擦鼻涕 求求你告诉我吧 到底是谁 你说的到底是谁 为什么不说清楚 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 还是你觉得我不能知道 我们俩的关系 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提吗 那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 不会连这个 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吧 得不到让我满意的答案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他跑得更快了 落荒而逃 听说从我这走了之后 李杰直接去了主任办公室 打小报告 不用想 周一开会的时候 估计我又会成为 极客别人某些同志 更有甚者 我徐天大小 也换过好几个人了 通过总结发现 对女性最大的恶意 往往也来源于女性 比如我们这个极部主任 是个50多岁的单身女人 我不是歧视谁 但这样的女领导 确实最难伺候 整天对外标榜公平公开 实际上暗戳戳带头 搞小团体 欺凌弱小 尤其是对年轻的女同事 更是恶意满满 同样是迟到 女下属就要挨骂扣钱 男下属就嘻嘻哈哈 开个玩笑说两句 领导最好了 主任人没心善就没事了 发办公用品 男同事分道的 永远比女同事多 理由是 他们这些大男人 粗粗拉拉的 消耗得快 我这才来几天 他各种挑字帽好几回了 连点杯奶茶 他都能阴养我 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自己吃毒食 真是不懂分享 等你死了 我在你葬礼上 给你点十杯 就这些破事 无语死了 上班累人的不是工作 是在工作中 遇到的这些鬼 至于这次技能大赛 我准备冲了 冲个倒数第一 谁知 班主任突然找到我 把他以前比赛的教案 PPT 视频 还有一摞笔记 都给了我 徐天 技能大赛的前几名 会被做成视频 在各个学校间传阅 有不少村办 学校的老师不够 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程 连最新的教学内容 都没办法及时更新 更别提什么授课技巧了 这些典型教学视频 能帮他们不少忙呢 所以徐天 你一定要好好讲 尤其是针对 今年教改的部分 我都给你标注出来了 要重点讲 我看着厚厚的资料 好的 我回头就准备 回头是什么时候 等我有病的时候 我只是一个熊孩子 我有什么错 为什么要用学习 来惩罚我 半个小时候 我已经坐在办公室里 开始给资料了 我发誓 我只是因为看主任不顺眼 绝对不是因为 要帮那些乡村老师 我才不是那么心软的人呢 资料看得我昏昏欲睡 忽然听到一句夹子音 姐姐你在干嘛呀 在忙 在忙什么呀 是不是在看小说呢 话说你怎么这么有空呀 你看看我们 光是陪有补差 推行四亲这些任务 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刘青青是主任的 另一条田狗 82年的老绿茶了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足够办公室里的 其他人都听见 说完她就扭着屁股想走 不是 她什么意思 阴阳怪气吗 笑死 以我的智商 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但无所谓 我会发疯 我飞扑上前 从身后抱住她 都告诉你了 再忙再忙 还非要问我 忙什么忙什么 我只不过是你们 和主任play中的一环罢了 我能忙什么呢 也许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理所当然的忘记 是谁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我拉着她偏偏起舞 边唱边跳 舞出一个又一个圈 跑来跑去 创飞看热闹的同事 旋转 跳跃 我闭着眼 一股作气 把刘青青甩进厕所蹲坑里 接着海报是鼓掌 踏踏拍照 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小美 无论从正面还是侧面 这位美女的颜值 都达到了巅峰 周围同事都远远为观 不敢靠近 真是 不懂欣赏 主任领着礼节赶来 才把刘青青拉了起来 她仗红胖脸 指着我大喊 陈瑶 你疯了 开会开会 现在就开会 我要开除你 开组会的时候 主任明显已经平静下来了 他在对面激情澎湃地画饼 我由于中午吃太饱 根本咽不下去 他画的大饼 最后 他指着我说 某些同志工作不积极 个别人员 有懒惰为难思想 及个别人 甚至出现情绪不稳定的状态 一边说一边服了服近况 拿小米眼斜斜批我 陈瑶 你下班前写个5000字的检讨给我 要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明天再拳击不朗读 虽然让你参加技能大赛 但是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清清说的有错吗 一名教师的基本工作还是教学 如果本末倒置 搞错重点 那就不免有些一笑大方了 他说完 李杰 刘清清 还不知死活地随身附和 甚至配合地笑了起来 好一出狼狈为奸的大戏 真是无精彩了周杰伦 精彩绝伦啊 我休了一下跳到桌上 尖叫 扭曲 四处如动 我是一只草旅虫 我要分裂 分裂 分裂 把你们都杀了 疯狂 疯狂 彻底疯狂 一边大口喘气 一边静鸾翻滚 爬到主人面前 双手捧住她的胖脸 轻轻一笑 缓缓抬眼 皱着眉头 露出锋利的下颌线 轻烈地看她 女人 我警告过你 不要再惹我 我 陈瑶 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小女孩了 真要硬碰硬 扒掉你一层皮 伸手 蹬腿 扑伏到刘清清和李杰面前 张大嘴嘶吼狂怒 让他们看着我的扁桃体 笑什么 你为什么笑 你凭什么笑 我就这么好笑吗 把桌上材料都撕了 吹他们头上 口水喷他们一脸 满意地跳下桌子 比了理衣服 捋了捋头发 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没有人能真的懂我 没人能理解我面具下的脆弱 破防了 我真的破防了 你们觉得我很可笑是吗 那就笑吧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把你虚伪的面具藏好 无所谓 也有点累 我是午夜伤心的玫瑰 点烟 深深吐一个完美的烟圈 闭上眼背靠墙 双腿交叠 最后 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眼神中 我缓缓抬起右手 对着主任的脑袋 比出一个手势 击毙你 主任说要去校长那里告状 要开除了我 还把我从微信群里踢了出去 吓唬谁呢 我一山东人 难道不知道 教师编的饭丸有多铁吗 至于那些微信群 我早就想退了 没事整天好的收到 跟古代太监渣有什么区别 顺手还改了个微信名 领导同事个别在天堂 疯了几次后 主任暂时没在招惹我 除了偶尔下班后 打电话叫我回去加班 上班时给我安排 帮他取快递买奶茶的锁碎活 当然 我也有我独特的回应方式 小陈 周六有时间吗 怎么没时间 我又不是死了 怎么会没有时间 你问这些话 到底是什么心理活动 上次拉肚子 把脑子拉出去了吗 小陈 帮我去校门口拿一下快递 方便吗 不方便不方便 我要大便 我要小便 自从精神不正常后 生活舒服多了 我专心准备比赛 梁炳文和李树帮我出主意 说最好能找几个成绩差的学生 试讲一下 徐天 当班主任什么感觉啊 李树咬着笔头问我 什么感觉 我仰起头 太见逛青楼的感觉 无力 太无力了 真羡慕你啊 可以有机会体会不同的人生 跟模糊的小说主角似的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晚自习时 我召集了班里成绩最差的几个学生 别带着班主任一起听我讲课 我框框框一通激情输出 累得口干舌燥 然后就看到他们一双双清澈又愚蠢的眼神 真的我 当场就想变身草吕虫 班主任用眼神安抚了我 并指导我稍微改进了一下 我压着变身的冲动 咬着后槽牙又讲了一遍 结果 懂得都懂 一个学生睁了大眼睛 懵懂得举手 陈老师 罗子是什么动物 很好 他会提问了 哺乳动物 那他为什么不繁殖 是因为有妇科病吗 我忍不了 跑到阳台上 扒窗户大喊 家人们 想要女朋友从天降的人有福了 我要跳楼 我要跳楼 班主任赶紧拦腰抱着我 小声念叨 徐天 冷静 冷静 你是爷们 你还要战斗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回到讲台上 你们但凡刚才好好听我讲了 或者自己看看书 都不会问出这么离谱的问题 退一步说 你们学习是为了谁 是给老师学的吗 以后考上大学 是老师去读吗 读书 是为了改变你们自己的命运啊 同学们 慷慨激昂地讲完后 我回头看到 班主任嘴角勤着笑 笑隐隐地望着我 那一刹那 我忽然感到 有一颗子弹正中美心 这些话 从小到大无数人说给我听 而在此刻 教育终于实现了它的意义 完成了闭环 技能大赛原定在八月初 还有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我全心全意准备冲刺 主任却忽然安排我出差 这次去青岛培训 只有三个名额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来的 要不是 看在你要代表学校去比赛的份上 树定真能学到有用的东西 没办法 免为其难吧 在青岛待了一周 回来后我就发现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难道是我身上知识的光芒太耀眼了吗 直到我在学校网站 看到技能大赛的比赛结果 我撤草惠母 比赛提前了 刘青青顶替我去参加了 而且连决赛都没进去 有同事私下说 因为马上要平直撑了 刘青青想拿个奖给自己贴金 教学水平这么差 平时上课学生都听不懂 自己心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比赛我去看了 陈瑶 你的课件和PPT是不是给他看过 他讲的内容和你的一样 估计是连这些都懒得自己准备 你也别生气了 在咱们几步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 哎 没有关系 不会跪舔的人 注定要被欺负 忍忍吧 忍忍就过去了 我特么忍不了 我一拳把地球打爆 沙沙沙 我冲进刘青青屋里 没人 冲进主任屋里 也没人 好啊 躲我是吧 我打开手机 开了个直播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有福了 现场直播拍卖同事 价格便宜 预购从速 我尖叫着去找校长 他正在开会 主任和刘青青都在这 巧了不是 校长啊 我的青天大老爷 求你给草民做主啊 校长下得赶紧起身关门关窗户 生怕被人听见 我拦住他 你别关别关 我要吹吹风 他猛点头安抚 吹风好吹风好 吹风好冷静冷静 吹完风 我还要从这跳下去 我靠着窗户 45度角抬头仰望天空 留下一颗金银剔透的泪珠 我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有错吗 想要为学校争光 有错吗 没有送礼 不做舔狗友 错 妈 一个个的 这样的自己有点小权力 有点小关系 都踩我头上了 我告诉你们 我是个经不起欺负的人 你们欺负我 那就刀 别 活 主任不知哪来的蛮力 一把将我拽离窗边 陈咬 你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这是什么场合 也轮得到你发疯 你痛得给我收敛一点 我收敛 我收敛你妈 居膝抱成一团 扭来扭去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我是一坨屎 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踩我头上 刘青青也跑过来拽我 陈咬 你不要在这里闹 有事我们私下解决好呀 大家都是同事 有什么说不开的呢 再说 这大庭广众的成何体统呀 停车坐爱风凌晚 没你的是你少管 小绿茶 我知道你跟我不一样啊 你是个淡泊名利的人 毕竟 你替我去参赛 连个安慰奖都不拿 是因为看不上吗 他脸上挂不住了 一阵白一阵红 陈咬 你有病吧 对呀 我有病 但我不改 我黑黑一笑 把手机对准他 抱着他巴基亲了一口 亮个相吧 小宝贝 家人们 按理说家丑不可外扬 大家给我点个小心心 听我娓娓道来 首先上架的是一号链接 舔狗同事 这款同事呢 主要功能是给领导端茶倒水 捏肩垂腿 摇头摆尾 遇到特殊场景 还能触发新技能 迅速变身抢弓怪和耍锅侠 现在起拍 底价250块 直播间的家人们 开始竞价 感同身受啊 在直播间看到了同款同事 666 我身边这样的同事还少吗 为什么还要花钱买一个 奇蒙了 看到公开拐卖人口的了 我出200 我180 我5块不能更多了 说垃圾就是这个价 刘青青这才看到我开着直播 迅速爬起来要抢手机 我一个托马斯 回旋躲开了 别走开家人们 马上上架今日重量级产品 校长叫了保安进来 可他们见我开着直播 还一直嚷嚷着 那就都别活 不敢轻举妄动 主任态度也软了下来 陈瑶 瑶瑶 有什么事 咱们坐下来谈谈 你有诉求可以提 我和校长都不是那种 不近人情的领导 再者说了 工作嘛 同事之间难免会有些摩擦 有些冲突 都是很正常的 咱们要想着 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去解决 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闹 学校不都乱成一锅粥了 他倒是惯会做一些场面事 这么一番话说下来 就把责任都按戳戳的甩我头上 是我小心眼 是我太偏激 是我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可我上班是来挣钱的 是来教书于人的 又不是来处理人际关系的 他看周围的领导 都微微点头表示赞许 更加得意 当然 作为领导 我没能协调好你们之间的关系 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可你们这样推来推去 领导也不好做呀 这样吧 你这件事 我一定会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解决 这个你大可放心 他怎么那么灰眼 真是老太婆进被窝 给也整笑了 不过无所谓 反正我是来发疯的 都是尊度假度 又把手机对准他 家人们 刚才给大家欣赏了一段废话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 这款同事的技能展示 没错 这款同事 正是我们今天的重磅 傻逼领导 狂妄自大 傲慢是快 不学无术 能力不大 心眼很小 双标小人 还爱给人穿小鞋 我真的越说越气 真想开拖拉机 把主任创死 直播间有没有缅甸的家人们 我想把这款领导 卖到缅北 直播间的气氛 达到了空前高潮 不少人表示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领导 甚至还有人在我直播间许愿 心理愿婚宿搭配 但求领导突然暴毙 红拜 领导早日落马升天 接 实现了就来还愿 接 经过直播拍卖同事这事 我一战成名 主任和刘青青都被叫去谈话 这次晋升 他们都没能上去 但实际上也没得到什么实质性惩罚 我倒是得了些好处 比如现在没人敢再惹我了 但我知道 他们心里烦着我呢 无所调位 哥这么帅气 有的是人喜欢 你问我为什么要用繁体字 因为哥的帅不简单 班主任知道这些事后 先是紧张的查看我有没有受伤 发现没有后 这才长出一口气 徐天 你还太小 不要冲动 为了我工作的事情 更没必要了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没想过要当领导 能把学生教好就行 有些人爱往上爬就爬吧 但位子我不争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陈瑶老师 新时代青年 格局要打开 多一个你这样的人上去 不就少一个刘青青这样的人吗 这就是咱们努力的意义啊 万丈高楼平地起 辉煌还得看我低 请好吧你就 说实话 我们班主任虽然挺严格 但对学生是真好 以前李叔交不上书费的时候 他偷偷帮着交了好几次 还有同学虽然成绩不好 他也没有瞧不起他们 不厌其烦的跟他们谈心 一遍一遍的 把他们拉回人生的正轨 教学教的也好 自己没事就琢磨讲课技巧 虽然我以前上课都不怎么听 世界破破烂烂 总有人缝缝补补 因为我大闹一场 只称晋级人员重新选报 我整理了班主任入职以来 到现在获得的荣誉 每次比赛他几乎都是前三名 但每年的优秀教师 从来不是他 什么评选标准啊 这么离谱 梁炳文和李树 则帮我收集了同学们手写的评价 匿密麻麻写了一整本笔记本 我拿着这些东西 直奔教育局 亲爱的局长 你的小绵羊来了 工作人员把我领进接待室 说局长在忙不方便见我 我右手握拳 放到嘴边倾咳一声 神秘一笑 麻烦你转告他 皮革场会倒 小姨子会跑 只有我对他的信任一直到老 我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是一名好老师 一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老师 一名全心全意为学生付出的老师 一名值得被重用的老师 我把材料递给他 末了打开门 对着外面走廊大叫几声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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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一个胖胖的身影 从另一端跑了过来 谁又在上班时间杀养 谁又在工作单位杀养 我和局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主要是让他了解了解 我有多优秀 末了他气气爱爱的问 那个 我有一个问题 你们学校学洋教 已经出现人传人的现象了吗 没过几天 教育局来学校考察摸底 他们回去后 学校很快就公布了晋级的名单 哟哟 还有头几年被压下来的不少好老师 那些关系户和爱钻印人际关系的舔狗都没上 经过这事 他们对我的恨意更大了 甚至波及我班里的学生 听梁炳文和李叔说 李杰最近经常在班里骂人 捧高踩低 动不动就说隔壁班做的多好多好 你们班就是垃圾 垃圾中的垃圾 成绩好的学生还好点 成绩差的稍微犯点错误 就被羞辱得狗血淋头 甚至有个女生上他课的时候 要请假回家 去见林中的姥姥最后一面 他居然让女生拍一张他姥姥的照片 我要不看照片 怎么能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林中了 这周一生起一世的时候 班里有个女生家庭条件不好 没有买新式校服 李杰轮值的时候就把他排在了最后面 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嫌他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梁炳文叫我过去的时候 我只仍然看到 那个女孩穿着和别人颜色不同的蓝校服 个头矮矮的 垂着头站在队伍的最后面 走近还能看到 他手搅着衣角 校服的胸前湿了一片 正念念的跟李杰道歉 李老师 我错了 知道错了还不改 你这种人在班级里就是害群之 我浑身气不打一处来 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粉笔头 全塞进他嘴里 叫什么叫 闭嘴吧 我听过的狗叫里面 说你的声最大了 什么品种啊你 这么凶 他被噎的眼泪都出来了 伸手就想打我 梁炳文和班主任抱住他的胳膊 气得他大喊大叫 陈瑶 你别躲着 有本事跟我单挑 你是大份吗 还要我单挑 我一个弯腰俯冲 搂住他的腰 撕烂他的衣服 拖着他就往升旗台上走 今天就让大家看看 你定有多白心有多黑 校长看到我拉着李杰这么过来 脸都黑了 还带着三分惶恐 三分故作镇定 四分漫不经心 小陈老师呀 这又是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他抹抹汗 没事就好 只是想浅浅表演一下 生吃活人而已 我一把一把把李杰的腿毛 啃他的屁股 叫你欺负我学生 我都不舍得骂他们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李杰这人 全身上下就嘴最硬 都这样了 还挑衅我 我就骂了 告诉你 我没事还打他们呢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你报警啊 报警啊 呵 我叼着腿毛凑他脸前 报警 那不至于 抓你 得找不狗大队 李杰被开除了 班里不少学生家长 联名举报 要求学校和教育局彻查他 真查下来 他从前索要红包礼品 偷偷开补习班 那些事全被抖了出来 再铁的饭碗 也禁不起这么摔 他走之前还对我放狠话呢 陈瑶 你等着 老子弄死你 我嘴一扁 眼睛一红 眼泪汪汪地抱住他 顺便把鼻涕抹他一身 瞧瞧 我只不过是多说了几句 哥哥就这般模样了 罢了罢了 算是我多嘴了 哼 威胁我 也不好好打听打听 咱上头有人 你问我有谁 教育局局长吗 他级别太低 举头三尺有神明拉家人们 咱们行的端坐的正 踏踏实实做事 本本愤愤做人 神明真的会保留咱们的 学校借机 搞了几次 整顿时的失丰的活动 一时间 风气好了不少 我也趁机过了几天舒坦日子 班主任还私下找过我 快我做得好 看来人活着 是不能太正常啊 但领导 必然有他的强项 比如 我们主任 他就脸皮特别厚 他很快就改变了策略 开始大搞特搞团结下属 瞬间就忘了 以前他是怎么欺凌人的了 谁看不出来啊 这是换招法的收买人心 哎呀 这段时间大家工作可辛苦了 我请你们出去吃一顿 这周末天气好 秋高气爽的 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爬山呀 咱们也搞一搞团结 元旦快到了 咱们几步年轻人多 一起出节目吧 好好展现年轻教师的风采 家人们谁懂啊 下班了 还要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拖着不能回家 有种刑满释放 忽然发现 漏罪被判恕罪并罚 又进去了的感觉 我是来上班的 不是来服刑的 主任喊我出去聚餐 我面露难色 不好意思啊 我下班要去兼职送外卖 因为我们家里经济条件 实在太差 婆婆怀了二胎 公公又想再娶 只能靠我出去挣钱 帮他攒彩礼 说着我套上外卖服 戴上小黄帽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他叫我周末去爬山 我说我有三十多年的 风湿病关节炎 你才多大 就风湿病了 没办法 从娘胎里带的 听说我妈怀我的时候 洗澡都用凉水 久而久之 我就落下了这毛病 到现在我妈说起来 还觉得对我有愧呢 我时而有病 时而很穷 偶尔还要去帮助奥特曼 去整理世界 没办法 充能在外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班主任实在忍不住了 陈瑶 你到底是有什么玩意儿 哎呀 我是人间四月天 你是东北第三仙 东方不亮西方亮 你爹啥样 我啥样 他气得连连后退 刘青青赶紧扶住他 给他扇了扇风 阴阳怪气的说 瑶瑶 那元旦晚会你 总要参加吧 大家都参加 你不参加的话 会显得咱们 极不特别不团结 不愧是他 一张口就能挺出 是82年的老碧罗春了 我虽然唱歌跳舞 样样不行 但我有智慧 没问题 我冲到问题下 但是我希望 我的表演 能够不参与集体排练 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主任面露难色 我举起四指发誓 保证节目清新脱俗 古典高雅 准备期间 刘青青有事没事就来打听 我只告诉他 乐器都准备好了 演奏技巧也都熟练掌握了 他听到有乐器后 明显放心了 有乐器 最差还能差哪去呢 晚会当天 我敲沐鱼出场 一下一下 不快不慢 不急不徐 整整敲了五分钟 要不是他们拉我下去 我还能演 多好啊 又简单又高效 还能速成 晚会结束后 我就看到 主任被校长叫走 训了一个小时 出来时眼都哭肿了 刘青青想过去 我一个箭步 把他挤到一边 紧紧握住主任的手 主任 你没事吧主任 他盯着我 咬着后牙根 我没事 啊领导 你没事就行 我略带点遗憾 又抬起头满怀期待 主任 我这节目怎么样 抛开事实不谈 你就说我这表演 是不是超凡脱俗吧 打这次元旦晚会后 很长一段时间 学校都没再搞 这些乱七八糟的活动 后来再搞 也严格要求 不能强迫老师出节目 将自愿参加的原则 贯彻到底 可惜 我还没整顿完职场 就和班主任换了回来 说实话 我还真有点担心他 这人有点穷亲高 性子也软 怪不得以前老被欺负 还有李杰 万一不知道什么时候 冒出来报复他怎么办 为此 我特别制作了一本 精神不正常生活指南送给他 甚至计划要带他 去精神病院参观学习 他笑了笑 婉拒了哈 我急得不行 别不好意思 发疯真的会是人快乐 不信你问梁炳文和李树 我们已经交流过经验了 放心吧徐天 本来还以为他在敷衍我 直到有一天 我去办公室交作业 看到有个人假装不小心 实则故意把奶茶碰倒 撒在他桌子上 还茶里茶气的说 瑶瑶姐姐 哎呀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会怪我吧 班主任叮叮的看着他 又看了看我 忽然趴到桌子上 一通狂舔 然后嘰嘰嘰嘰音笑起来 妹妹 你看我这桌子 舔得干净不干净 我厉不厉害 那人吓得退了两步 班主任冲过去 不顾一切抱住他 对着他的脸舔了起来 我舔得可干净了 我给你舔舔 我吊着的一颗心 终于放了下来 但忽然又觉得 有些莫名的苦涩 到底是什么 把一个正常人逼成这样 是工作本身的累吗 我想不是 更多的是工作中的人 若是在职场中 没有那么多 与我诈和利益纷争 人与人之间 多一些真诚和理解 该多好呀 班主任冲我无声地笑了笑 我也眨了眨眼 无所谓了 反正我风能永存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